推广三创已有15年历史的台湾远东科技大学 在2017韩国首尔国际发明展摘下三金四银一同一特别奖 展览期间 中国大陆四川省成都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特地前来邀请该校进驻 向众的就是远东科大拥有超过4000件专利的实力 远东科大推广教育中心主任张慧君表示 地区的一个政府它有一个专门的规划区域 然后由这些创新的人 或者是这些发明品的这些相关的专利人 然后它进入这个园区里面 它辅导你 例如说它有一个专门的园区里面的一个腹地 然后提供给你相关的一些设备 当你成熟 这个东西是可以量化或者可以上市的时候 它其实有一系列的金流 去辅导你持续下一个阶段的一个发展 根据台湾经济部智慧财产局的统计 2016年远东科大在各大学院校的专利申请件数 和发证数上都排名第一 目前的专利有超过4000件 其中有200多件的专利或技术移转给厂商业界 成果丰硕 张慧君说 远东科大曾经到苏州 福建 台州 教授三创的课程 但大陆现在比较偏重双创 认为台湾的学生在创意跨领域的部分具有优势 台湾的学生其实在整个一个创意 创意这个部分会比较好 可是在落实在创业机制这个部分 其实是可以做两岸整合的一个部分 他说 将与学校评估讨论以后 才能够决定是否要进驻 南投普台高中老师张献鹏 参观完各国的发明品后 认为 我觉得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的学生 在一个比较自由的环境之下 事实上他们的思考是可以天马行空的 可以将不起眼的东西 透过创意的设计发展出不错的成果 在韩国求学的大陆发明人杨金 则认为韩国很强调商品利益 是中韩发明的最大不同 在中国的话 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基础研究 然后就是一些大的 一些自然科学之类的研究 然后在韩国这边的话 因为我是研究生 我们研究的主要是一些实用的东西 一些产品之类的 台湾发明协会执行长陈宗台说 台湾的发明从小学生的科展 一直到中小企业 跟扎得稳 大陆是后来居上 很多学校创立发明社 认为台湾应该要持续加强发挥创意 才不会让台湾的优势攻守让人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苗秋菊 韩国首尔报道